建一个新的专案要说明的是UI 使用者界面怎么设计 所以我这个专案的名称就叫UITest UITest我一样用2.2版 ApplicationName ApplicationName叫什么 叫UI 就叫UI好了 那PackageName呢 一样用我的习惯 CreateActivity就叫UIActivity 那Min SDK version一样18 就是这一个版本 我直接按Finish了 因为我们不想要测试专案 那这个UITest已经建出来在这里 那这一个 当然你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它结果一定是跟刚刚类似的 那我们把它Run一下 不是New 是Run 刚刚有人搞不清楚怎么样子Run 这里 按右键的时候 刚刚那个按错地方 按右键的时候有Run as Android application 这样就可以Run 好 那Run的时候 你最好把你的模拟机开起来 这样子可以看到它的结果 好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讲的是 你怎么样设计界面 设计界面的方法 首先你得把界面的那个档案先找出来 就是这里Layout main.xml 那这里呢 我们的这边其实已经放了一个东西 这个是文字 那我们可以试试看放别的 Button 好 拉过来 这边呢 放个 其实 它会自动做Docking 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Docking 那这里 radio 然后呢 稍微看一下 Track test view Spinner 好 这里应该还有 好 先这样好了 先这样 那我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呢 你会看到 然后 我执行出来的结果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执行一下 Run 一样 有没有 它执行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按钮可以按 但是没有动作 因为你没有写程式 但是这个Radio Button 可以变成打勾 或是没有 那 这个CheckBus 也可以打勾 或没有 那这个CheckText 现在是没有东西 那所以 好 这个 我回不去了 各位知道怎么回去吗 按这一个钮 按这个钮 不管你在哪一个画面回不去 就是按这个回去的钮 就对了 它会一直往回 那我如果再按一次呢 它就跳回那个跟目录画面 所以不要再按 好 那所以 这些大致上都可以用 好 好 那 我们设计界面 大致上 就是用这种工具 好 那从前 在比较早期的版本呢 Android 还没有推出这种界面设计 那时候 我们会用一个叫Droid Draw 的软体 它一样会 可以 它是一个单独的程式 会帮你做好界面 那你做好界面之后 你再把那个SML贴到这里来 贴到这里来 也是一样可以 那我刚做了那个界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SML 变得多很多 对不对 本来只有一个Text View 里面有一个String Hello而已 但是现在已经多了 Button RadioButton TockleButton CheckBox CheckTextView 和Spinner 这就是刚好我们家的那几个 好 那 你把这些 如果 觉得 你觉得这样不够好 你是可以修改 那 当然 你会必须要去调整 它的排版 那调整排版的方式 基本上 通常要用容器 要用容器 那 我来试试看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容器来调整排版 这里有一个Layout Layout 那我先把这些删掉 好 这些都删掉了 Hello World UI 这留着好了 免得待会连这个都不见了 那Linear Layout 这是线性的排版方式 OK 那我就可以把 刚刚的那些Wiget 就是这样 我放第二个按钮 有没有 它排在它的后面 看得到吗 所以 当我用Linear Layout 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可以排在它后面 那接下来呢 我如果想继续排版 我可以再来一个Linear Layout 那 或者是 Frame Layout Frame Layout 就有点像那个 Vidual Studio 里面有一个 排版方式是上下左右中的那个 这就是Frame Layout 那Relative Layout 是用相对位置的方式 Table Layout 就是用表格的方式 在做排版 那Table Row 基本上 跟Table Layout 有点相似 好 那我们可以把它 再加一个 Frame Layout 试试看 好 这里放一个Frame Layout 好 好 放一个 Vidual 哦 这里 这样放好像会有问题 好 Frame Layout 该怎么用呢 诶 可能要设定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设定 好 没关系 那其他的当然你也可以用 比如说这些 View啊 Grid 那你可以试试看 每个试试看 不用太怕拉错 因为拉错也没什么 那删掉就好了 那你可以放Image 之类的 但是这个Image 现在没有图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还要去载图 好 那 载图之后再说好了 反正现在 你就到处拉 随便用 好 到处拉随便用 然后Time啊 Client Client 这种到底 倒是 哦 这个Client Video我把它砍掉 好了 好 这个Client 比较看得到 然后 Clock 这个Clock 也比较看得到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已经有了 哦 好 放这个Clack 和这个 这个 好 那我们存 存一下 好 一样再按一次Run 看看现在 到底界面长得怎么样 好 大致上就是长这样 这是让你预览的 但是真正 怎么样的话 最好还是执行一次才知道 好 压 Stop OK 再试一次 我觉得是刚刚那个程式还在执行 哇 不行 所以我可能 先暂时停止一下 那我待会 可能要先关一下模拟器重开一下 再试试看 好 那各位 先试试看吧 刚刚我们已经有做过一次了 那界面也看得到了 只是后来拉的这个可能太复杂了 好 那我们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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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